欢迎大家参与第三届对话灵修工作坊 众位弟兄活出超越地狱和空间阻隔的爱 首先我们为今天对话灵修工作坊 能够圆满胜利进行 邀请郑家乐神父带领我们祈祷 欢迎郑家乐神父 让我们祈祷因父祭祀及神圣之名 上主圈人类的父亲 你创造了人类 赋予所有人同等的尊严 求你将兄弟姐妹情义的精神 清聚我们心中 求你唤起我们对重新相遇交流和对话的渴望 最顺正义与和平的梦想 激励我们创建更美好的社会 更有尊严的世界 没有饱饭没有饱饱没有贫穷没有暴力没有战争 愿我们敬开心承拥抱世界 谢谢所有民族所有国家 会能认识到你在每一个人身上 伤心承拥抱世界 伤心承拥抱世界 因而精神团结 终于合作 会共同 目标和希望 分动 我们的天主 三位一体的爱 求你学 兄弟姐妹之爱 从你身上大能的 亲密共荣 永留在我们中间 求你是我们最大爱 就是耶稣的作为 拿着了圣家 和出去基督徒团体所掌前的爱 求主恩赐我们基督信徒 获出福音 在每一个人身上认出基督 在学上被遗弃者 和被遗忘者的痛苦中 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并在每一个重获新生的 众位弟兄姐妹身上 看到复活的主 圣神 求你降临 请向我们展示 你在地上各民族 所彰显的美善 好让我们发现 每一个人都重要 每一个人都有必要 纵然个人面貌不同 却同时天主 所钟爱的人类大家庭 以上说就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严父基督即生神之名 此次工作坊由 夫人圣伯敏神学院 与中华南淮人文化交流协会 共同筹办 首先我们邀请主办单位 夫人圣伯敏神学院校长 与研究所所长 郑家乐神父为我们致开幕词 欢迎郑家乐神父 谢谢 夫人圣伯敏神学院 很高兴与中华南淮人文化交流协会合作 和举行今天的推化领袖工作坊 从六十年代 保留六十教终 劝勉我们在教会内进行对话 从七十年代 亚洲主教团协会在台北 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也劝勉我们教会进行对话 与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贫穷的弟兄姐妹们 要保持交流的 对话的态度 现在 黄极各教终 也劝勉我们教会 要体现公义 需要 共同 追随 耶稣基督 为了 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都需要 加强 我们的 对话 彼此聆听 我们才能 彼此了解 共同 合作 这样我们的教会 这样我们的教会 跟我们 整个的世界 全人类 都能真正 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此 今天的 工作坊的题目 关火 也更加强 同 一стве 神经 有 有 应该 卖 神经 安 偿 患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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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沒有其他的名額 所以請大家珍惜今天的活動 高興你們都來希望今天我們都受益 並且未來因為我們所學到的 會讓我們整個的教會全人類受益 謝謝大家 謝謝鄭神父 謝謝鄭神父的支持 中華南淮人文化交流協會同時也是主辦單位 但因為本協會理事長陳理事長方中 今日另有重要會議必須親自主持 為請本協會楊常務理事敦和 也是前府仁大學校長戴維宣讀理事長的書面致詞 我們邀請楊常務理事敦和為我們致開幕詞 歡迎楊常務理事敦和 主持人 各位神長 我們可敬的 詹神父各位基督內的兄弟姐妹 很抱歉 剛才我們的主持人已經說過了 我們的理事長在知道今天要到這裡支持之前很早就答應在台北主持另外一場學術會議 所以命令我代替他來宣讀他的開幕詞 基督內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對話靈修工作坊 已經舉辦第三屆 表示我們重視對話 並不始於今日 對魯文南淮人基金會 和中華南淮人文教交流協會來說 我們其實也早就在對話的概念方面下功夫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面對文化的差異 多元的社會 以及無神論政權的競爭曲解與壓迫 面對各方面的敵視和誤解 我們已經在過去的歷史與最近的發展中看到 對抗只會增進彼此的仇恨 而仇恨會累積成更大的仇恨 更形成更多的對抗 看似軟弱的對話 卻是化解對抗的良方 雖然短時間我們可能看不到成效 這一次的對話靈修 是以教宗方濟各的通譽 眾位兄弟為出發點 很實際的面對我們政治 社會 文化 經濟 以及環境的嚴重問題 教宗方濟各通譽中的第六章 對話與人際有愛 第七章 《重新相遇與交流之路》 似乎最與我們這次工作坊的主題相扣 愛是我們與人對話的基礎 面對那些與我們有明顯差異的人 因為感受到天主對我們 及每個人獨特的愛 讓我們能夠坐下來 理解他們 聆聽他們 在同理其他人建立的新的基礎上 也期望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 能同理我們 這些不同的人才能真正溝通 也才能建立大家都能生存的新環境 除了這兩章 第二章也非常重要 是以慈善的薩瑪利亞人的比喻 所做的對觀式的描述 教宗在這一章中 用多重觀察的角度提醒我們 常有不自覺的歧視 冷漠 貪婪 恐懼 仇恨 自私 使我們不能在別人的需要時伸出援手 也不能體會弱者的痛苦 又常常分別彼此 分別親疏遠近 願意站在天主普愛世人的角度 是打開我們瞎眼的良方 但願意對話的人 卻常常是被社會主流所誤解的 甚至被攻擊的 不過這就是對話者所應該承受的 承受的根源來自於 我們對天主大愛的體會 而這是需要天天在祈禱中 祈求天主賜給我們的禮物 最後祝福這次工作坊順利成功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楊常務理事敦和的致詞 感謝 中華南淮人文化交流協會 自2018年起 開始每年籌辦對話零修工作坊 此次第三屆工作坊 是於去年由中華南淮人文化交流協會 李氏 范凱令神父初步構思 經過本協會李堅士會議同意 於今年4月與福人聖博敏神學院 開始共同規劃 我們非常感謝福人聖博敏神學院校長 鄭佳論神父與潘真學祕書 及其他工作人員 共同舉辦此次工作坊 也榮幸能夠邀請成科神父 詹德龍神父 瑋維修女 吳瑋維神父與方敬德神父擔任主講者 以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譽為主題 代理參與者進行討論與分享 雖然范凱令神父因9月底 才從羅馬與西班牙返回台灣 目前仍在14天隔離期間 今日無法與大家一同參與工作坊 但就如同范神父在撰寫中作坊的 緣起時所提到的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譽 邀請我們相信對話是建立人類有愛的工具 而我們召開這一系列對話靈修工作坊 正式表達了我們致力於促進彼此思想與視野 相互交流的承諾 也是為人類社會和真實普世教會 建構共同未來的最佳方式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譽 內容涉及兄弟情誼與人際有愛 鼓勵我們敞開胸懷 以肯定欣賞超越物理的距離和地域的局限 不論對方的出身或背景 實時關愛每一個人 工作坊的第一階段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陳柯神父 立臨演講 同時也感謝魯文南淮人基金會董事會秘書 林俊雄講師 擔任第一階段的主持人 讓我們歡迎陳柯神父與林俊雄講師 各位大家早 眾位弟兄這個通譽 通譽你們知道是去年頒布的嗎 去年什麼時候大家知道嗎 10月4號 3號 4號 10月4號是聖方濟亞西西的主堡 所以這個通譽是在聖方濟亞西西主堡 頒布的 所以今天10月2號正是非常恰當 跟非常合適的日子 一週年我們來 聚在一起探究 兄弟弟兄姊妹們 我們剛在這個疫情的這種紛擾當中 大家已經在電腦後面待了很久 已經悶壞了 今天 能夠解封大家能夠少部分的 解封能夠出來面對面 我想是非常溫暖非常興奮的一件事情 今天更高興的是我們能夠請到陳科神父 他算是我們台灣 教會的大家長的代表吧 也是我們大長兄 能夠今天能夠來給我們主講開始 來給我們介紹這個通譽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這裡讓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陳科神父 大家都認識了 不必我再介紹 但是我們還是清楚的介紹一下陳科神父 陳科神父來自香港 出生於香港 那他在1979年就到瑞士去 在瑞士念書 在1991年 在瑞士的福利堡 駐聖為職士 2007年 他陳科神父正式加入台北教區 並在2007年的9月8號 駐聖為神父 接著他在基隆聖母升天堂擔任副主任 2009年 正式成為台灣主教團秘書長 一直到現在 他的豐富 他的經歷啊 學經歷都非常豐富 那語言能力也非常強 大家都共所周知啊 歡迎能力同步翻譯啦 這些都是讓人驚豔的 那 那陳神父呢 畢業於瑞士天主教福利堡神學 大學神學系 那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把主長的時間交給陳神父 陳神父請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我很榮幸被府人聖博明神學院 以及中華南華人文化交流協會邀請 在他們合辦的第三屆對話靈修工作坊 做一主題演說 分享教宗方济各的縱衛弟兄通譽 這通譽很重要 從他的幅度就可以看到 共八章 287號 綜衛弟兄通譽之所以重要 更是因為普世人類現在的處境 除了新冠病毒疫情 仍然在世界各地無法被遏制 每天繼續奪走上千上百的性命 使人家破人亡 而且帶給全世界的人 在生活上全面性的打擊 家庭生活 工作經濟 教育學業 人際關係 加上 最近又發生了阿富汗事件 和從中延伸的人道危機 不少人 以陷入全球性的冷漠 所造成的鴻溝 很多人不知道 人存在世上的最終目的 因為人們在心中只有自己 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和只有個人的立場 權利和財產 人們越來越遠離天主 因此失去了 來自天主的愛的凝聚力 所以現代的人 也因而越來越彼此隔離 家裡的人也不例外 社會群族與社會群族 越來越彼此隔離 國家民族與國家民族 越來越彼此隔離 正如同教宗所說的 自我防衛的新圍牆建立起來 牆外的世界消逝了 只有我的世界存在 以致許多人不再被視為 擁有不可剝奪的真言的人 而只是他們 我們再次面對建立圍牆文化的誘惑 試圖在心靈和大地樹立圍牆 阻止我們與其他文化交流 與其他人交流 凡是樹立圍牆 建立圍牆的人 最終會困在自己建造的圍牆內 成為沒有任何處境的奴隸 因為這樣的人缺乏與人交流的機會 你們今天在一起 就是要回應教宗方濟各的呼籲 可是你們要找出自己心中的圍牆 要設法把圍牆化為通道 使社會有更多的關懷 使教宗方濟各身為基督在世的代表 以言教和深教所推動的兄弟情誼 得以實現 讓我們先簡單的了解通譽的標題和結構 任何教會文件的標題 尤其是通譽和勸譽 都是以開始的幾個字 作為文獻的標題 藉此定調了整個文件的性質和內容 尊為弟兄去取自聖番記 給在亞西西寶尊小聖堂 定期開參議會的修會會士們 所寫的一封 詮釋 Ammunizione 一開始的稱呼 為虧勸他們要仿效基督 詮釋內容是這樣的 尊為弟兄 你們要小心注意 人類善目為了拯救他的羊群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尚主的羊群 聖番記的弟兄 在考驗和迫害中 在恥辱和容裕中 在病痛和試探 以及其他相似的情形中 跟隨了他 他們因此從上主那裡獲得了永生 為此 為我們天主的普人而言 只講述那些聖人所完成的工作 藉此從中獲得榮耀 這是莫大的恥辱 聖番記寫著確定的原因是 因為在1220年 有五個方記會會士在北非摩勒哥 為信仰做見證而殉道 在義大利的會士都因自己的致命會士引以為榮 說他們的信仰像初期教會的信徒一樣 但聖番記卻希望其他的會士 不只是講述自己會士們的光榮 而是同樣的用行動來替基督做見證 從聖番記的勸令就可以看到 眾位弟兄通譽標題裡的弟兄 是源於一個共同天父 而這天父的聖子 就是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的信仰上 他的勸言實在令我們驚嘆 早在八百年前 聖方幾個以敦促我們避免各種形式的敵視和衝突 並以謙卑和兄弟情誼善待他人 甚至是在信仰方面有別於我們的人 換句話說 眾位弟兄從一開始就是以基督信仰做出發點的教會文獻 用基督信仰的角度看事物 因此看通譽的人 因像聽到聖方記的勸令的會士們 聖方記的弟兄 是被期待在聖神的驅使下要有所行動 而行動要像耶穌基督的一樣 像聖方記的會士 是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不怕為主交托自己和犧牲自己的利益 所以眾位弟兄 儘管內容有濃厚的政治味道 不是一個政治議程 或當作一個人權宣言來閱讀 眾位弟兄是一個呼籲 叫人悔改 也是一個富有先知性的許諾 眾位弟兄通譽共有八章 按照內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四部分 現實的分析 聖經的答案 集體的悔改 一起的行動 通譽開始第一章 以封閉的世界陰霾做標題 從標題就可以想到 教宗對現代世界問題座的分析 結果一定是黯淡 令人心情低沉的 在教宗所有的文獻中 他可以說是第一次在眾位弟兄 用相當重的語氣直結指出問題 其中不少批評 尤其是指向西歐 教宗教宗說 人們夢想歐洲團結統一 能夠認清大家的共同根源 並欣賞其多樣性 其實歷史正在重蹈覆徹 人們以為早已過去的衝突 重新爆發 而短視、極端、憤恨和侵略性的民主主義 正在爆發 但有些問題 卻可以在我們這小小的台灣島看到 向出生率減少 選擇持續不斷和無法自控的語言連結 但他們鼓吹敵視、侮辱、誹謗 傷害別人的語言暴力 一視無際 以致人與人的接觸彼此傷害 人之間的侵犯借著流動裝置和電腦的發展 而前所未有的擴散 無論是什麼地方 教宗說出了一個普遍的時代文化弊病 今日世界普遍的龍愧的世界 有時候 現代世界的節奏極速 使人無法好好聆聽別人在說什麼 對方還沒有把話講完 已經打斷對方 想做出回應 我們絕不可失去聆聽的能力 當然 教宗指出總統的問題 是要幫助人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方法就是閱讀天主聖言 教宗在第二章街道上的外鄉上 用了路加福音里撒馬里爾人的比喻 作為解決問題的範例 供人反省 在提到慈悲的撒馬里爾人時 教宗除了敦促讀者 仿效撒馬里爾人 對傷害者關心的榜樣 擺脫冷漠心態以外 教宗也提醒讀者 要小心 不要與打劫那路人的強暴同武 當我們看到這麼多人 因受經濟政治問題 或因國家社會不公義的欺壓受苦 而無所行動 我們就像比喻裡的路過的司機和樂衛人一樣 成為強暴的幫兇 今天我們工作坊的目的是要活出超越地獄和空間 主愛的愛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討論並坦白回答這問題 在眾位弟兄裡有哪種受苦的人 是我從來沒有關心過的 為什麼?我是否要反省和悔改? 教宗知道很多人平常很忙 無法獨自反省一些複雜的問題 所以在第三第四章裡 說出解決現代人類問題的基本原則 思索並締造開放的世界 以及向整個世界敞開心胸 簡而言之 教宗要我們拋棄個人主義 並希望大家攜手合作 互相欣賞 並肯定對每一個人 包括窮人、移民、原住民、年長者和少年人 都一定有貢獻 能共同締造一個開放的世界 為了彼此合作 教宗說 若我們接受一個重大原則 亦即使亦有權利 是基於我們不可奪多的人性尊嚴 那麼我們也能夠促進 崭新人類未來 教宗在這裡表達一個很典型的教會殉導概念 那是Solidarity 中文翻譯為精神團結或精神關懷 意思是彼此願意為對方冒險 接納、接納、保護、發展和融入他人 好使眾人都有功名身份 和感覺到彼此都隸屬對方 當教宗說 這是古老的巴貝爾塔故事所描述的誘惑 建造摩天高塔的行動 並無體現不同民族之間的團結 也沒有使他們按各自的特色彼此交流 他的意思是 人若以為不靠天主就能在社會實踐精神團結 那是走錯方向的行動 源自人類的驕傲和野心 目的是要建立一種有別於天主計劃的團結 背離他對各民族的計劃 那麼要怎麼樣做才能實踐精神團結 教宗的答案是 採取行動去重建人類的關係 在第五章 治國良策教宗說 真正的政治生活 建立在法律和坦承 以及人與人之間公平的關係 不論什麼時候 只要我們相信 每一個男人和女人 每一個世代 都能帶來崭新的關係 知識、文化和精神力量的應許 比會驚豔到一種革新 教宗認為現在的從政方式要改革 所有的國家政府要投身於真理與愛 致力尋找自己人民的利益 而富有的國家要以政治力量去幫助窮國家 要終止各種的各種樣貌相貌的奴隸制 以恢復及保護每一個人的尊嚴 教宗知道 不能把所有社會問題都交由國家政府解決 所以在第六章 對話與人際有愛裡 提醒每一個人 應做和能做的事 他說 自由 平等 和兄弟情依的夢想 若非真正涵蓋所有人 便只會停留於形式上 因此 這不僅是 掌握各種經濟、政治和學術權利的人 彼此相遇 真正的社會相遇 是讓代表多數的人口的各種主流文化 進行真正的對話 教宗要提醒每一個人對 對人對話的重要性 因此在第七章談到 重新相遇、交流之路 如果與其他人成為弟兄姊妹 真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就必須敞開自己的心 認真地把耶穌的教導付諸實行 愛人如己 也愛我們的敵人 這也意味著修補過去破碎的關係 和原諒得罪我們的人 然而 基督的愛使人悔改向善 因此 教宗說 愛一個壓迫者 並不意味著 容許他繼續壓迫人 也不意味著 讓他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可以結束的 所以 愛他的最好方法是 以各種方式 使他停止壓迫別人 奪走他不懂得善用 並扭曲其人性的權利 寬恕是不允許他們 繼續践踏自己和他人的尊嚴 也不是讓罪犯繼續犯罪 遭受不義對待的人 必須堅決捍衛自己和家人的權利 恰恰是因為他們 必須捍衛天主賦予他們的尊嚴 這是天主愛的恩賜 教宗提醒我們很重要的一點 寬恕並不意味著忘記 即使有些事情 絕不能否認相對話或隱瞞 我們仍可以寬恕 即使有些事情永遠不能容忍 合理化或辯解 我們仍可以寬恕 即使有些事情 無論基於什麼原因 都無法讓我們忘記 我們可以寬恕 很多人做到真正寬恕 卻不忘記 但他們拒絕受那曾經傷害 他們的破壞力所支配 他們打破了惡性循環 遏止了破壞力量的蔓延 他們決定不再繼續 向社會注入報復的能量 因為社會最終要為報復付出代價 事實上 報復永遠無法真正滿足受害者 有些罪行是如此可怕和殘酷 以至於即使令犯罪者受苦 也不足以使人感到傷害已經得到彌補 甚至將罪犯殺掉還不夠 也沒有可能找到 與受害者承受的折磨相當的酷刑 報復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當教宗講的不要忘記 那種不是忌恨 不要忘記過去的錯 說你自己不要再犯 是很正面的不要忘記 因此戰爭與死刑 永遠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麼人類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愛的大家庭呢 教宗的答案在最後一章裡 宗教為世界的兄弟情誼服務 他把讀者的思想帶回到基督信仰之光 說 形成現代世界各項危機的重大原因 包括了人類良心的遲鈍 遠離宗教價值 個人主義崛起 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唯物旨意 視人類如神 並以世俗的價值觀和物質的價值 取代至高超性的原則 並提醒我們 教會有一個社會性的角色 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 也盡力敦促 促進人的進步 及一個大同博愛的世界 他教會不是要爭奪地上的權利 而是充當眾多家庭中的家庭 就是教會大家庭 並為當今世界見證 對主和對他鍾愛的世人的性妄愛 這是一座門戶開放的房屋 教會就是一座門戶開放的房屋 因為她是母親 在眾位弟兄的最後一章 教中可以說 要全體天主子民做決定 選擇跟隨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 和平的君王被宰殺的羔羊 因為真正的兄弟情誼 要有在基督內的轉變做先決條件 藉著臨喜 我們是耶穌基督奧體的肢體 同時也是在人生旅途中 同道諧行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看到教會的現況 一般教友對自己信仰的認知 跟教中在眾位弟兄通譽裡所表達的 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們會不禁自問 兄弟情誼怎麼會在教會裡落實呢 我相信沒有人會比教中更關心和了解 教會需要徹底的改革和全面的更新 所以教中才召開了第16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義性的教會為主題 預定於2021年10月9到10日 在羅馬隆重開幕 於10月17日在各地區教會舉行節目裡 邀請全體教會學習共義性的精神 重溫並實踐教會共義性的轉變 把整個教會共義性的本質付諸實行 只有這樣 誓然才會終於看到什麼叫兄弟情誼 才明白教中在通諭裡要講的是什麼 基督是唯一的真理 道路及生命 上主在末世錄告訴我們說 他會更新一切 使眾言及待的新天新地出現 在新天新地裡每一個人都想念天上的事物 以及用行動各手天主的誡命 可是現在大部分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新天新地的來臨之前 誓然是不可能不被淨化而要受苦的 天主教教理第六七五條這樣說 在基督來臨前 教會將要經歷一個搖動許多信徒信仰的最後考驗 那陪伴他在世旅程的迫害 將揭露在冒牌宗教的方式下的邪惡的奧秘 他給人提供一種表面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但要付出背棄真理的代價 最大的冒牌宗教就是假基督 其實一種冒充的墨西亞主義 人類追求自己的榮耀 而取代天主即在肉身內降世的墨西亞 教宗說 這個世界經歷過現在的危機之後 不會保持原狀 不是更好 就是更差 我們的時代充斥的各式各樣的假基督 要世人排斥或消除任何無常給予和承擔責任的生活方式 以至冷漠全球化 為愛世人 天主父派遣了他的聖子來到世上 天主子降生成人就是要天天與我們同在 所以才建立了教會 團體中一個有如大家庭的教會 藉著他的苦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聖子 耶穌基督不只要世人知道什麼才是愛 不丟棄任何人的愛 而也是要教會以主的方式去愛眾人 藉此繼續他的救贖工程 聖神是天主的愛 只有他能從我們的內心轉變我們 我們若是也謙虛 聖神就更容易找到他進入我們內的途徑 徹底轉變我們愛人的動機和我們愛人的方式 使新天新地從每一個人心中降臨到人間 謝謝你們的聆聽 謝謝陳柯神父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讓大家提問 很抱歉時間上的一種 謝謝神父的導讀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導讀 我們很榮幸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導讀 讓神父告訴我們怎麼要去 用怎麼的角度跟怎麼樣的心態去閱讀教宗的這個通譽 講得這是非常清楚的 是一種呼籲 是呼籲我們悔改 好 那 剛剛大家聽到神父的這個那麼清楚的 演講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實際上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不在地上的心情 對我們的人用壞心願的 讓我們去照顧 他們就是完美歌 也不是說的 所以我們有什麼關係 就是 cupboard的心理 也不是說的 我們在天上的風險 而我對爹地上的腦袋 摩擦了 恩素晴 众位弟兄也是 他是社会训导 所以基本上 当很多例子可以讲 我可以顺便回答你的问题 也回答我刚刚所讲的 在入门 甚至有入门甚至的那种做法 社会训导 我们要背 真的要背 教会 社会 天主教 社会训导的十大原则 从到十大原则开始 第一 人性尊严 我们只有天主人性尊严 人不只要被人尊重 也要被制度尊重 很多问题出在这里的 我们私底下很尊重人 制度没有尊重人 可是政府是谁选的 它是人选的 所以讲来讲去 我们归根就底 还是从人开始 可是被忘记人的尊严 第一个是已经个人的 二 公益与团体 人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动物 我们是一个社群的动物 所以我们的互相那个共存 需要被管理管制的 所以这个是要提到公益 可是大家要寻找大家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在团体寻找自己的利益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个状况 很多人在团体里面寻找 一小批人的利益 三 我知道人 有些比较天生 是比较本钱 比较他的条件比较好 或是后天种种原因 会比较差的 所以要优先关爱穷人 这是我们天九教 看一个国家 他的所谓的分数 高低的一个角度之一 好的国家 我们先不讲他宗教行为 一定会优先关心他的穷人 像父母也是 你有两三个三四个孩子 有一个是身体是比较弱的 当然是比较多照给身体比较弱的 不是偏心 他是需要你的照顾 所以一个国家也是 这国家有没有优先照顾的穷人 还是你自己的国民 四 我现在讲得很快 四 权力与责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团体生活 不能够只是讲自己的权力 我们要付出责任 所以这个要国家也要好的规划了 强者的责任跟弱者不太一样 他都无法再缴税 他要他缴什么税 可是也不知道一辈子 要他被人家养也不好 所以国家有这个责任去管理 可是要从这个角度 要权力跟责任要平衡 要对 相对 还有一个在政府的角色 与辅助原则 一个很重要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人类生活是很复杂 很多层次的 先个人有家庭 一家四口五口 慢慢社区 慢慢的一个城市 台北 要慢慢整个国家 所以分工合作 分城负责 家里的事情 政府不应该管 父母亲在谈开销 那个不是政府的事情 可是当家需要政府一些补助 在教育上要选学校 我的孩子比较弱 我希望政府能够派我孩子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藏着或者是需要一些辅助学校 政府有这个责任 所以政府的决定 也要跟家里的决定要配合 是这个subsidiarity 尊重地区的决定权 可是地区的家里也要尊重政府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第六个是经济的正义 在那个教中 在老大都是已经有讲了 这个已经更加清楚 现在教会从来没有认同过 那个自由市场 不要以为自由市场 会带来大家一种的 我们说大家的平均的 一个共同的发展 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自由市场 讲起来说 大家都有钱可以赚钱 可是真正的利益 还是去了几个大的大集团 大财团 所以钱还是往那个有钱方向走的 穷也没有得意的 所以在经济的正义 这个也是要政府要管控的事情 这个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个分配正义 distributed justice 你要国家 对国家要尽你的公民的责任 其中就有纳税 要缴税 所以税金也要考量到 他的那个人民的能力 他的收入 分配 他从国家得到多少 要回馈国家多少 这个是也要研究到的 就没有一个答案 还有七 还有天主受造物的管理 stewardship 我们住的是地方 我们是有身体的 所以国家要把地方管好 在没有谈到环保危机之前 社区要好的设计 我举个例子 我在瑞士的时候 我很欣赏他们 他们为什么经济这么好 因为他们一条街道 有规定 不能够多过几间的餐厅 否则竞争不良 一个街道 十几个餐厅 客人才七八个 怎么样经营下去 你说对不对 所以当你政府规划得很好 每个地方限定你的餐厅的 还有别的这种消费的地方 好好的规划 这样的话 人民他的收入 也会比较平均一点点 这是管理 还有地方的管理 大自然的管理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们也没有时间讲 还有第八 提倡和平与军备裁减 每个国家现在花多少钱 一个军备战 阿富汗美军走了之后 才发现 一颗直升机 一个直升机 它的价钱 可以养活 非洲十几个穷孩子 一年的生活费 一个直升机 这种浪费 这是我们要谈的国家 他们要注意了 你不能因为备战 要人民缴费 没有注意到穷人 没有注意你的管理 还有第九越来越精彩了 参与权 国家是大家的 政府是人民选的 你应该做人民要你做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比较走偏的线上是 我们委托 我们选某某代表 某某立法委员 甚至选他做总统 委托 以为他会按照我们的想法做事情 我们有参与权 可是我们没有监督权 所以就出了毛病了 很容易选 可是做下去的话 跟我们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十个 全球性的精神团结 整世界不只是一国家 有七十几个国家 可能还要更多 所以国家之间也要团结 因为人民会流动的 从A到B B到C 所以有些共同的一些 基本的大原则 像移民权 真的是合法的移民 或者是逃难 现在因为那种气候变迁 不能够伤害到 我刚刚所讲的人的尊严 他的权利跟义务 这是我们教终在 那个尊卫弟兄讲得很清楚 只是我今天 我没有时间跟他分享 以上十个原则 如果我们用心去看的话 对你的答案有很多的启发 谢谢陈科神父 神父果然是有备而来 这个社会思想在我们教会里面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正好就是这个社会通谕 社会通谕 让如果是说还没有关心 开始关心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最后呢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就把焦点拉回到 神父给我们的提问 大家不要忘了自己回答一下 就是在众位弟兄 在众位弟兄里 有哪种受苦的人 我是从来没有关心过的 为什么 我是否要反省和悔改 请大家自己回去回答一下 好 谢谢陈神父 非常感谢陈科神父 和林俊雄讲师 接在我们休息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